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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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神奇的 他說他現在要用他的語言 來幫助所有可以幫助的人 然後現在就很近 他不敢說話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他就當很有很有自信很有信心 然後他就斬首 就跟一個沒有進化接含的來 等會來幫我們跟你講 他就跟他說 你一定會 你看他那麼危急 是真的人在那以撒那當間 然後因為保運節 沒有的發心 沒有的愛心 然後這個刻意的愛 那你也知道他叫的那一聲 我都覺得 媽媽 這個刻意的愛 然後我們約你來了嗎 約你那天在那裡 就好像那個小天使一樣 然後就在那邊忙著忙著 在那邊幫他帶位子 然後我就看到他 我真的好感動 其實他才來兩三個月 然後他的人生就這樣子 驚喜到不知道怎麼分享 來你拿派客廳來分享說 你那天就是分享會的感動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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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謝謝 謝謝 謝謝肉華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肉華 給我這個機會 那天去那個 參加那個分享會 我覺得在裡面當志工 都是很開心的事情 那天去就覺得 呃 大家家的都好 就是都非常的溫馨溫暖 然後在裡面 我就是整個 雖然很忙很熱 剛開始的時候 早上去都沒有冷氣 雖然很熱 可是我覺得還好耶 大家都互相鼓勵 我就覺得很溫馨 因為之前我也在小學 我女兒小學裡面也是愛惜媽媽 也是有去當過志工 呃 然後有什麼大小活動員都會去參與 那可是我覺得在超馬裡面 當志工的感覺是 大家真的就像家人一樣很親切 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弄心靈 也沒有隔口 我就覺得很很棒 一整天這樣忙下來忙得很開心 然後到了 呃 因為聽到他們那些分享 那天唱歌的分享 真的每一個都是他們自己真實感受 我覺得好感動 很感動 很感恩 然後 呃 那天可以講一個小小插曲嗎 後來我回到家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有帶了四位 因為我開車 我就帶了三位 我就帶了三位 他們合唱緩的 就一起回到台北 然後 回到台北以後 我就 我朋友就請我吃飯去他家裡 然後吃飯我們兩個聊天聊天 今天卡到魚翅 在吃飯的時候 卡到一根魚翅還差不多有這麼長 我自己感覺 然後橫在喉嚨裡的 那個魚翅是軟的啦 那個肉魚 那種那吉拉的那個魚翅肉魚 它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很容易卡到 爬下去了以後 然後我朋友還在自顧自的講話 我就自己在吞 我就自己吞菜 我想怎麼狠 怎麼狠的 怎麼下得去啊 然後我就開始唸感恩式劇器 這是我的爸爸 現在 我就一直唸感恩式劇器 然後我就吞了大概 吞了三四口的那個菜 然後就一口飯下去 就算下去了 因為我一直唸感恩式劇器 我相信感恩式劇器可以幫忙我 因為其實那麼久我看到我表妹 他也是被卡到 於是他去醫院取也是差不多這麼長 他都已經被卡到 然後去醫院取出來 他弄到很慘 然後我當時想說 我該不會像他那樣嗎 結果我就一直唸感恩式劇器 結果很快就解決 我朋友的話還沒講完 我自己就已經把這個事情處理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得到天地的祝福 那天去參加自工友去幫忙 真的有得到天地的處理 所以大家都要去當自工友空的時候 真的會得到內心很大的滿足 各方面都很快樂 謝謝 謝謝 配合的志工就是我們的桃園場 好 那時候我們開了幾台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再來約 這是一定要的對不對 每次有人會很挺我們 他幫助我們很大 所以我們真的要 不可以忘恩負義對不對 我們有空的我們就來去 不可以說有空 一定要去 我會被打 好 那我們趕快來找出我們這集的砂碼 今天要從定時剛開始 要或不一樣 你看來 你就接受了這個天地的能量 天地的能量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金明節 他很神奇的 在兩三天以後走 本來他們那個板橋清位的地點都找不到 他那天上完課 他就說我要去找 然後請太陽公共幫忙 兩三天居然就找到一個很棒的場地 而且非常的便宜 當下 他就約了場地 對 然後請金明姐來幫忙分享一下 我感恩 吳宇宇宙 宇宙人好 吳宇宙 方馬家人好 好 我是金明來自阪橋 我是會議院的朋友 當初也是會議院拿書給我的 所以我拿到書以後 一路就跟著他 我看他那麼勇往靜靜 我也在後面一直追 那板橋的這個圓板人生基因會的地點 好不容易現在有定案了 在這個民生路二段120號 莊敬市民活動中心 就在那個新埔捷運站3號出口 那邊一直往前走 然後公車站還是板橋花市 板橋花市公車是比較近 那捷運出來大概要走十來分鐘 就一趟車就到了也很方便 那是8月28號才開始才正式開始 那現在的話就先在那個文化路二段禮拜 73號的麥當勞二樓 我們先辦一點這個暖身分享會 如果各位在板橋有朋友的話也可以介紹過來 因為我們在每個禮拜二的下午2點到4點 以後的精英會時間也是2點到4點 所以非常歡迎獨多的家人多多支持 好 感恩各位 謝謝 這個兩點對我們陪伴有沒有恩重 恩情很重 有沒有 所以這個也是要聽他去鄉頂的 星期二的下午2點到4點 然後我們再請金明姐 因為她非常非常難得來 因為她下面在台北的那個教室 我請她分享一下 她人生她一直在追尋這個生西名之旅 然後她接觸叉馬以後從一開始的 她就覺得這個不錯 到現在全然的投入 然後來分享說 我那天聽她說她兒子的薪資怎麼成長 突然覺得哇 眼睛都花亮 好 來分享一下你在叉馬的收穫 好 感恩 其實我現在是自由生 單身貴族 但是以前我聽各位在分享 跟老公阿 跟公阿婆婆阿 都是有一些問題 那那個問題應該是 我的功課已經圓滿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不好自己 跟一個人好好相處這樣子 那現在是跟我兒子一個老二住 我的小兒子住 小兒子其實他是滿優秀的 在我剛接觸超馬的時候 那時候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為什麼低潮呢 因為那時候是八月 去年的八月份 那去年的一月份剛好被女朋友壞 所以她的心情就跌入谷底 一直自許她是什麼 乳蛇啊什麼啦 就是一直很負面 那我在跟她溝通的時候 也很難跟她溝通 因為畢竟我們之前 我跟我先生 在他們小時候這樣成長的過程裡面 所看到的都非常的沒有信心 讓他們也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現在跟她講任何話 她絕對不會接受 而且我走生心儀也走了幾十年 一場又一場 一盤又一盤的這樣 不然之前來到超馬之前是在賽斯 那賽斯 後來我這樣走超馬這樣一年下來 將近一年下來 我自己做了一個比較 那賽斯當然我也有注意 有被幫助到 因為我都在家裡自修 我也沒有去參加他們的讀書 我也沒有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我就看書 然後跟著他們讀書會的進步這樣子自學 那我覺得在那段時間 我也有得到宇宙的恩寵 也有得到很大的幫助 但是到了超馬這裡來 我發覺他們最大的差異就是 他完全不講英國 但是他是承認轉世的 他是靈魂永生 他有一本專門的書在介紹靈魂永生 但是他就把英國這一段撇開 為什麼呢 因為說我們這一次來做人 以前的我們也沒有能力去改變 也沒有能力去解決 所以他說講英國讓大家太沉重 那個框架太沉重 所以他就把英國躍掉了 但是時間大概五六年下來 因為那時候我先生生病的時候 我就是有帶進去賽斯 想說借助那個醫療 讓他能夠在聖經年上面可以得到一個成長 結果因為太急了 來得太快了 來不及 然後來我就自己去學習 那這五六年下來 因為當時候進去的時候 有看到有一些癌症的病人 在那裡做療癒 都有起色 那後來五六年呢 陸陸續續也聽說 那個誰要走了 那個誰要怎樣的 所以我下的 我給自己一個結論就是說 這個因果真的 你不要認為說 你不想理他 你不去注重他 他就不會存在 他還是隨隨隨時 你沒有看到他還是存在的 你還是要去承認 所以我覺得抄馬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讓我們自己直接就面對我們的負能量 就等於有一天我有一個靈感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在做花怨的時候 他不太敢立很大的怨 他說我怕 因為他還是一路都在這個倒產付出奉獻 他說我都沒有去社會工作 應該也沒有什麼好懺悔的 應該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而且他以前花了一遍 他感覺他也沒有落實 沒有完成 所以他一直不敢發怨 他就跟負能量講 我能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 我盡量做 他每次都這樣子講 他也這樣跟我講 他說他在做新法的時候 跟負能量講 但是他感覺好像沒有什麼效應 我就說一直要跟他說數字話 然後我有一天就有一個敏感 他就好像說我們被人家欠的錢 但是我們也一直找不到這個欠我們錢的這個人 然後他就躲著我們也找不到他 那經過了幾十年好幾年 他突然來個電話說 阿萌萌萌我要還你錢 那不是很興奮嗎 就像我們現在都主動找負能量 都主動找負能量說我要跟你談談 我跟你和解 所以要你放我的立馬 那我就把這個例子跟他講 所以說我們抄法的好處是 負能量還沒有找我們之前 我們可以先跟他講 跟他談談 跟他談合 我就跟我把這個靈感告訴我那個朋友 他終於了解了 那因為那個朋友如果說 那個欠往錢的朋友 他無意間告訴我們說他要還我們錢 然後也沒有說具體的一個月還多少 怎麼繁華 只是說我有錢我就還你 那我們會放心 我們還是心裡還是 那個石頭還是沒有放下 就跟負能量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發願意願的數字化很重要 就是這樣來的 我終於體會到了 然後我跟大家講到這裡 謝謝 感謝我們的小年 很棒 我們今天要數字化 人家只要無緣無故還我們錢 不知道哪一師錢我們的 我們也會很開心耶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就是偶爾我們是種個肉套 是種個發肯 可能這個錢就是從那裡來的 有沒有 好 你有沒有弄到這個 哈哈 好好好 那每個島的時候 我們神奇的差 好好好 來 我們請這個 好 那有蠻多心朋友的 我們來請我們美術 好 原來的美術畫面 介紹一下我們的超級生命密碼 還有介紹我們的導師 親愛的導師 我們全球的超馬家人 以及我們蘆洲精英會的所有家人們 大家早上好 好 好開心喔 每次禮拜四 都是我最興奮 最開心 因為這邊的能量場造像 然後我們蘆洲精英會的家人們 真的大家都能量滿滿 然後那個很精進的心 都會帶動我 與其說你們剛剛肉華說的應該是反過來 其實我應該要感恩大家 帶動我的學習 因為人都很容易帶舵 那我一個人我也很容易帶舵啊 所以大家要一起走 所以其實我們超馬沒有分的 我們全省全台灣全球的超馬家人都是一家人 各位你們有在FB上面看到美國家人的FB 他們PO108有沒有 如果沒看到趕快找人加一下FB 所以我們全球導師的帶領之下 我們就是一起把這個超馬補傳到我們全球 這個地球道場 因為我們地球道場跟我們是一體的 我們是一家人 然後要共存共融對不對 以前我很自私啊 我都覺得我帶大事的小孩 我這樣就好了你知道嗎 等死這樣子 後來想一想不對耶 欸我很年輕啊 我才55歲對不對 現在有沒有越來越年輕 奇怪怎麼會那麼神奇 光的神秘作用力 所以各位齁 我們讀這本書齁 不但會讓我們自己回春 其實我們紅承記都是小拆疊 請相信我 因為我雖然我的資質沒有非常好 但是齁 我很認真的在超馬實修實練實證 所以證明了之後 真的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真的中樂透了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碰到超馬真的是中樂透了 我妹妹跟我姐姐說齁 我先生的姐姐跟她說齁 很感恩天地給我們這個家族這個機會 因為如果沒有在超馬齁 沒有靠著老師這個天地大法 我們家族要翻身很難啊 太多英國了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金秉姐在講說超有感覺的 真的我們這一生呢 如果我們知道英國對我們這麼的重要 我們就會走得很順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對我來說呢 它是一本改變我生命地圖的一本生命工具書 那我以前很不在意 因為它就是一本書啊 可是後來我發現這個是寶啊 它真的是裡面的我言大意喔 因為導師所有的書所有的歌 通通都安有隱形密碼 像我英國很重的人啊 我就看著看著讀著讀著 我的人生就越來越順了 因為我們要跟著這個天律走 那天律就是剛剛說的英國 還有導師的這本書就是天地真理 跟著天地真理走 我們就越走越順 那我們看一下這本超級生命密碼 超級生命密碼 這本書是一本生命之藥 解開你我千年迷惑 在下面這邊綠色了 揭開生命秘密 你急得重生樂趣 量身塑造太陽般光彩 深獲宇宙豐盛祝福 道出浩瀚星空一一齊取 引你拾取宇宙能量 改變生命地圖 承運光的祝福 啟動生命奇蹟 在你開啟本書密碼的同時 永恆生命的智慧與寧靜 即將一一被展開 使有本書能量生命 極以圓滿 輕鬆擁有密碼之妙 解開所有的難題 淺顯地統告訴你 光的神秘作用力 令你事事如意 作者是我們敬愛的太陽色能導師 翻過來作者簡介 太陽色能導師 主修電機工程 現旅居美國 智幼洗學宗教真理 十四歲時由耶教入門 開始幾十年的心靈追尋之旅 策略包括佛 道 儒 爺 立 2005年 其運恩師伯仁軍 開啟了靈性管道 超越身心靈疆界的翻臨 使其靈性城市有了突破性的躍升 近年來 致力為人們解惑 提升心靈素質 是位深受敬重與信賴的 身心靈諮詢導師 在身心靈領域著有多本 華文和英文書籍 讀者遍布全球 即在世界各地無數次巡迴演講中 舉辦各類主題的培訓課程 皆受到廣大的迴響 無數人因此扭轉了利運 獲得真實豐盛的人生 目前為天原文化諮詢顧問機構負責人 美國催眠師協會認證催眠諮詢師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翻過來 這一頁中間有一行小小的字 恭喜炭爛生命將隨著你的這一次 逐步深入而收穫萬千 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你們太棒了 真配合 好 再翻過來這邊 有一個大太陽 左上角有一個可愛的小太陽 它最上面這一行寫著 你必須擁有必貫通這本書 有沒有 你現在是不是擁有了 好好珍惜 這個天地給我們的機會 那我們為什麼要貫通這本書呢 因為我們累事累結的造作練習 包括這一生 像我55歲我就練了55年 的那些壞習性 那所以就造就了我的人生現在的過 所以說我要貫通這本書 要學通 我的人生就會越來越順利 所以這本書叫做 偷往幸福的工具書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這接下來這邊所寫的就是我們讀通這本書 你可以獲得的有這一些 我們一起練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練 如果你想 你想 人生擁有 營業豐富成就 全家人身體健康 彼安 不再被病所苦 事業工作均能順利得益 財務自由萬事俱足 生活富有 心想事成 婚姻愛情隨時甜蜜 為人顯現難題有解 不再被任何煩惱折騰 遠離小人的各種獨海 跳脫任何引起摸困窘 自由享受天地之愛 家庭幸福和女神氣 居住環境適中平安吉祥 靈體友善社會和諧 世界無災天下太平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得到這些 所以我們要認真喔 你在操馬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有一個虔誠的心 我這樣子認真地把這個操馬 當作是重要的事在做 天地就會回退給我們多少 那我非常感恩 在這一年七個月 我真的體會到了天地 真的給我滿滿的祝福 包括所有的我身邊的人 人的圓滿 錢的圓滿 身體的圓滿 我覺得真的是事事如意 那非常的感恩大家 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 我們認真地在操馬學習 然後我們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然後你的人生越來越圓滿 謝謝 謝謝 小安美祝 所以問題還是什麼之類的 如此 對 然後就好了 改善老師 還是 我覺得好了 然後就很認真 就一直藏全然的相信 你看 因為美祝的改變 美祝有沒有改變很大 那真的是最棒的天地的視線 然後今天也很感恩他 從這個桃園帶來的這位 在文文美里 他是各大的表演的一些 結文喜慶的主持人 然後那天聽他在桃園唱的感恩師 就是真的好震撼 然後現在我們來請他幫我們 找五段第十章 再請他來幫我們分享 結束了嗎 一開始 然後一開始 十幾月 十幾月 一開始 十幾月 一開始 十三月 十六月 十幾月 十何月 十四月 十三月 十幾月 十幾月 幾年前的一個下午 今日透過有人的介紹打了一聲 電話到我的工作室 希望我和預約時間 當面訴說他的痛苦 當他坐在我的對面時 我發現他是一個 道傲 夢不清楚自己究竟要什麼的人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他 而他也是個滿口離不開 痛苦這兩個字 卻又表現出一副不以為然的人 好像自己已經有什麼條件 可以幫助自己一樣 每當我遇到這類的人 大多數的處理反應都是不孝之不知 環境他們再次來訪的機會 但我還是會在言談中 明以約約點出當事者的問題 有時看到一些讓我覺得西酸可惜 而且如果照著他們的思考模式 前途將會有很多的問題 我都還是會盡力地討言相限 希望他們在改變心意之後 能夠抓住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和最寶貴的方向 去完成他們應該完成的事 但是大多數沒有辦法弄清楚自己 究竟要什麼的人 行為舉止 尚往往都比較 狂想自大 狂妄自大 在君女與我交談的過程中 他概述了自己在宗教裡有 勃勃高深的認知和和解見解 並且希望考考我 來證明他所知道比我多出很多 在君民來到我的工作室前 我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 哪怕是基於朋友介紹 他還是阻起了好幾道心牆 總認為自己的見解絕不會比別人差 在我們拉拉雜雜的談話中 他提到自己被為食道逆流的問題所困擾 每個夜晚都會沒辦法好好睡覺 長期下來導致他神經衰弱 體力一天不如一天 心靈上也受盡折磨 但是他卻必須每天如實面對 天地宇宙還有我們的導師 還有我們的主持人 以及我們的超馬家們 大家早上好 好 謝謝 我是來自桃園的劉文問 劉文問 因為我感覺來了三次 就是感覺是沒有用 到這個才知道 我想很高興 從上午7月17號那天排空間 我第一次接觸到整個鈔碼 那時候桃園是要兩點開始的基因會 可是我的車子要發動的時候 突然間大燈沒關 沒電了 後來路邊真的是封到一個櫃子 而且他是來高雄 替他女兒來桃園導房解 因為他女兒是要來這邊教書的 後來我就通訪我 我就告訴他 然後他就叫我基因店 我真的很感恩他 所以我在電台空間 我就晚了十分鐘到 我覺得這是天地理宗 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然後那時候我參加 那天第二年多二的基因會以後 我覺得能量好強喔 結果我回去的時候 那時候回去以後 真的第一天我就做了三次的 一二三的心法 然後一直聽那個歌 因為我的眼睛在台上被燈光 三十幾年來 燈光不是MA的燈就是很強 把我眼睛已經弄得已經閃光了 然後蓋眼震 所以我不喜歡念書看書 所以剛剛念的禮就讓我請大家多多包涵 然後呢 我就覺得這個心法好強 因為我不滿你講的 我還有信的我們的佛教 他也是不錯 可是這個能量更強 而且呢 讓我每天好快樂 然後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帶了三位朋友 因為第二週沒有去 第二次的金融會我帶了三個朋友 然後昨天 前天的樓從新竹特地帶我媽媽上來 然後就帶兩個朋友 噢噢噢噢 新朋友 很好玩喔 那時候我在這個回家樓上 來這邊我的金融會的時候 回家路上喔 就在橋邊 要騎摩托的時候 碰到一位這個申姐 我也不認識她是陌生的 我說 你好申姐 這本書送給你 她跟我聊天 我覺得很有緣啊 我就帶送她一本先典之約 然後來 呃 禮拜一的時候 因為我們禮拜二是金融會 她打電話給我說 你說小姐 我每天要跟你去 我說哇 真的好神奇喔 她真的好有福氣 噢 然後我就 因為第一次嘛 她不熟 她會騎摩托 可是她不熟 我說沒關係 我去接你 我那天就接了三個朋友 噢 去 去那邊 而且那邊 如果說我們在場的 加碼的 超碼的家人 如果有開車去 沒地方居來找我 因為我認識在那邊 土地公 我們那個里的里長 她可以讓我門提 我想呢 分享在這裡 我每天現在 幸福滿滿 好快樂 那連做完三次心法 我的肚子負面都沒有 我一直每天都好快樂好快樂 我打電話通知我媽說 媽妳不用再擔心我了 我從48歲的時候更年期 什麼病都來 然後憂鬱照慾恐慌 什麼檢查都不出來 就是我心生離聖病的 然後我就特地帶我媽來 我每天跟我媽講說 媽妳不用擔心我 我現在過得很快樂 我每天都去參加精英會 所以 謝謝 感恩我們的天地宇宙 感恩我們的導師 感恩我們的超馬的家人 謝謝 謝謝 感恩 好的 我想呢 我剛剛有講說 我是唱歌樂 唱歌樂 因為以前 平常唱歌的時候 因為我有歌星證 40年前我去考歌星證 好難考 結果兩年以後 就有咖哩隊以後 只要小姐漂亮 身材好 唱歌只要有聲音就好 那時候唱歌那麼鼓勵不前 因為那時候要穿三點 跟那個 Beginion 不要像 因為這是真的事實 我想說 他們這樣也唱歌 可以唱歌 所以我這樣子 今天用我的職業 這是我正當 我一輩子比較感恩的人 那朋友介紹我 做 以前叫空樂樂 空樂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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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帶來一首 我們的這個感恩四季劇 好了 謝謝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謝謝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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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宇宙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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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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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感恩 一切 太哭了 你看 那個整個就是那個人量就下來 有沒有感覺 有人覺得麻麻的 有沒有 被電到了 也被美女電到了 然後我現在真的看到我們廟經 老師 趕快請她來分享 上個禮拜真的很感恩 我們小玉 然後就 召集大家在介紹廣場發書 然後接引了我們的廟經 然後請廟經來幫我們分享她的感動 真的很感動喔 才十天 來 那個麥克風把我給過來 這個 這裡 謝謝我們的帥哥復手 哈哈 欸 康華家人 早上好 好 我這樣聲音會不會太小聲 不會 欸 我徐揚金 然後我跟 洛華家人 然後 相親 然後到禮拜二的 秘書會 跟禮拜四的 欸 你要跟著秘書會 就這樣子 英雲經會下 然後我跟他們認識 對 那 會認識的結果是 因為 嗯 我以前 我以往我都是樹式公主 那 剛好是樹式店老闆 跟我結緣 對 有超過英國 跟我結緣後 然後 因為像我才會去金食堂 買這本書 要去購買這本書 要去購買這本書 因為我從後面的一些出版客 才知道 然後剛好就碰到洛華家人在那邊放書 然後 剛好欸 看得很精彩的看到我拿這本 超級英國 對 就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加入群組 這一系列 就這樣子 然後我先要 然後分享給我自己 就是說 嗯 在102年9月份的時候 我是一個英文人 那同時 我也是一個短文人 對 然後 那時候檢查出來結果的時候 我就直接在台大醫院 做了切除 然後醫生經理我說 你要化療 放射療法 你要選衣 那我 那時候就上班 我覺得 因為經濟的關係 所以我選擇了放射2、3、4 就這樣子 我維持了一個月 然後我也 化療的部分 我就沒有碰 因為我在人生化 我們覺得說我可以 我是英文女 我可以 因為我們在運氣 就很期待 然後我在運動 可是就一點訊息很好 就覺得 那我的人是一門人 不會輕易的去吃藥 就一點點 不會 就會不想 然後 到了一次到 我現在都有一次人常做做檢查 到106年 5月份的時候 我發覺到我的胃脫離 若明清涼的 我一直沒有胃痛 我竟然 發生的時候 是胃痛到一個不行 然後 必須穿護腰上班 然後那幾天 我覺得我非常不舒服 然後呢 到一百零一樣 算 就是五月 五月不舒服 然後六月 然後醫生後面 隨時有醫生說 那你去我認識朋友那邊做一次未經 那我已經少了之後 去做食道禮物 然後我只要你 我還要你 嚴強的抗生去 就需要你講的話 大量啊 然後你會混不出 然後過了禮拜就好一些了 可是他要幫我爽攤抖 一般覺得這樣不對勁 我的肝臟是不對的 怎麼肝臟可以有一些東西 然後不如轉移了 那當下 就好像你當下 人生就有一個出現了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然後那一次的化療 那一次我沒辦法 就一定要化療了 那我選擇是核心 就到核心去做 技術後來發發卻斜片 然後第一次的化療 我覺得我對自己 還沒有實現 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開始的部署 那都是會有的 那就是那些不對勁 然後到了 我一直的半年嘛 從原本的大科的肝腫有十 八公分大科 然後整個肝腫是都有的 然後一直做到半年 等於是從一百零 去年的一百零六年 二十二三號一直做到 今年的一百二月 也約二十三號 因為這個中間做完之後 從肝腫有變成肝腫 然後醫生說 你的肝腫現在沒問題 那我很道歉 我覺得 我這樣的努力是夠的 是足夠的 讓我身體沒有再有這些問題出來 那結果拆四個到一個月 都很開心 非常的開心 然後這中間的家庭裡面 這次的恩人都很舒服 我剛剛原始 對 然後到一百零六年 六月二十二號那時候 這中間的美景長 常常都每人都需要做的 然後那一天 我是要去做胃筋 我想說啊 我也是去做胃筋 都比較好 那結果做了 他馬上就說 恩 米小姐 你上去做化療吧 我說蛤化療 因為我也沒有多說 我覺得醫生說什麼 我跟我先都能做 因為他化療 我們不是講好要做胃筋 我們已經 心裡這樣說沒有 沒有直接講出來 然後上去做化療 那一次的話療 這段階段的化療 讓我非常的吃力 我等於是說我人生的 都要期待七天 那七天那個要的 就是讓我照相 讓我做力量安 然後又發生了對情的後續 對情的後續 對情的後續 他會讓你整個做力量安 然後避免情緒 然後會 你會整個是 就是你沒有辦法做的 然後你做不定 你做不定 你做不定 要走不定 要工作 可是你的心情就是這樣 那我先生是怎麼了 說我怎麼了 怎麼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兒子就把我教訓他 然後就說媽媽 你試一次戶離連遠都不堅強 我那時候是放棄 我說 我就第二次發來放棄 我不想做了 我直接就放棄 因為人生會讓你其他 希望我沒辦法 就坐下去 因為你又壞了 然後你沒辦法睡覺 然後整個人欺負面情緒 沒辦法吃 什麼都沒辦法 然後手又抖 然後整個手又很恐慌 對 然後之後 就衝進去 我們就知道你們的意思 身心科醫師幫我除 還有感謝你的陽光 三重的朋友 這個教室 他們也都不安 而且我幫你們分析 因為你去核心 再過去也是這樣 他們可能沒辦法 沒有辦法讓你做 就是要消耗 他慢慢改善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我現在是還在做化療 我在做第三次的化療 我過去還有 10次 9次兩次 可是我覺得他就要我 這一次我繼續創的這期間 還好 我發生的人 踩出事情 讓我覺得提醒了 我做化療 思考前問 我做 我做了我的那個什麼 那個新版 成修 成修月三 太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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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修成修月三 跟弟子貴 可是我每年一做的同課 我跟他彈起來 並沒有做 並沒有落實去做 我發覺到我的睡眠 欸 好很多 幾乎不像以前 最藍三個小時 然後我發覺到 第二次事情 我老公的改變 他很貼齒 他是一個很貼索的人 然後他就是不相信因果 他不相信 然後他很大難的 他什麼事情都是 他想要做什麼 做什麼 然後接著我 欸 我這樣子一個禮拜下 發覺要變很多 他現在是家庭裡面 他是另外一個禮拜 不需要我去背心 然後他什麼都可以 因為以前是男組 男組內女組外 對 對 我會把家庭的事情處理好 那現在已經不用了 他會帶我來去去 那他也默許 我參加志工 他只怕我太累 我就不會 我可以 我可以去做 我就願意去做 對 是的 這是我第一個改變 第二個改變就是 婆婆對我的好 因為我跟我也覺得 我的好 應該不是遠 應該是說 心很 對 心很遠 然後我今天 我不知道 最幾天 最幾天的 懺悔的動力 那我覺得 我就是一個 一個倒數我 一個另外一個倒數我 我要去跟我婆婆懺悔 我今天一早 我就帶走我老公 然後 我帶走我老公 然後 就跟我婆婆在那邊懺悔 我就 跟我婆婆因為年紀大了 八十幾歲 然後我就跟 跪著他們 我跟他說 那對不起 嗯 在這中間這幾年 我讓你很開心 家庭沒有照顧好 然後餓力沒有照顧好 我的身體沒有照顧好 對你們也沒有盡心 我跟我說 我人生很大 我圓滿 對 所以我覺得 讓我被靠著難過 我說我難過 是整個 然後 我那麼遠 我不會看 我就 三規九敲 三規九敗這樣子 然後我看了 這場難過 就把我抱著我 你不要難過 他說 你 你會這樣 你不是願意的 對 對 我 那我最後一個希望是說 我希望把我的故事分享給他們 對 套馬家人 我希望跟他們分享這些 讓套馬家人 不要再受我這種疾病之後 真的生病很好 那我一直知道說 即使我們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他已經有 已經在告訴我醫生 我的身體的狀況 包括我兩次剛癌復發的狀況 都在介紹說 我的胃先出問題 所以 不是一般感到有誰 都沒有神經 你感覺到他已經都是默契 那我的 謝謝 你兩 也謝謝 讓我先知道說 我的胃 已經在出問題 才知道說 剛癌的胃已經在完蛋 對 那我現在一次一次的話 我現在 我最近才當作 化療回來 我精神很好 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舒服 而且我那天來聽 跟娃姐講說 我那天要去化療班 因為我是沒睡覺 可是我精神非常好 做非常好 做非常好 所以謝謝 謝謝 謝謝她們的老師 然後謝謝 BankG 自尊 然後謝謝她們公公 然後謝謝所有康滿家人 我要加油 我們家人們加油 他現在想要像生病的 沒有 他昨天才剛化療完 他以前化療完 是那麼不舒服 他現在精神滿滿 人量滿滿 因為有天地的祝福 對不對 有沒有自信 給大家祝福一下 謝謝 給大家都祝福一下 謝謝 給大家都祝福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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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其實一定會跟我們去發書 有越說話 對啊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發書的驚喜啊 你知道嗎 其實我上個禮拜看到他 他怎麼跟我講 你知道嗎 他說 我就邀他來我們的精英會 他就說 我可能不行喔 我體力沒辦法 結果他上個禮拜 他是就坐在那裡耶 我看了就很驚喜 我跟他說 你怎麼來了 欸 欸 那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就是我媽 就是禮拜二集園那一天 然後這樣去 然後我跟他分享 裡面的 跟他分享 那看了之後 我覺得 那阿 因為禮拜四 禮拜四 有個機會 那一天我想說 我有那個力氣過來嗎 因為我覺得 在家跟他兒子等於什麼力氣 我那天九點半了 那我在他超級生命裡 我說 嗯 我有一股動力想要來 那一股動力叫我一定要來 然後我兒子在家 我也可以請他帶我來 我就說 好 那我現在趕快過去 我因為九點半是徳書會 我那時候快到了十點了 那我就比較早早的進來 就是莫名其妙的鼓勵這樣 讓我進來就是要做這個 對 然後發書 也是我覺得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去跟他們一起發書 跟超馬家人發書 就是那種動力 那我不會講 那種很 就很高興 那個小玉啊 師父嘛 他們帶著我這樣子 第一次拿書 我就很感動 我就感動說 我這什麼事都已經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 做得很好 做得很遠 這樣 好 很棒喔 你知道嗎 那天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 真的那就是一個 看起來像一個生病的病人 而且看起來就是精神很不好 所以你看他今天真的 讓我很驚訝 他今天整個氣色 真的很好耶 然後其實你應該會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禮物 然後我們只要認真的 精進 然後繼續跟大家一起發書 然後我們立的做 我們的步驟一二三 對不對 就是這樣怎麼操嗎 就是其實很簡單 然後 哇 你站起來給大家繞一圈 完全看不出來 他那天看起來 真的就是一個 欸這病人 可是我不好意思問他 然後就帶著口罩 然後精神很差說 我要回去休息了 你看看得像不像 那個鏡頭在那邊 可以去求了家人看一下 真的很感動耶 謝謝 謝謝 好 就是說 好 我昨天去抽雪 因為他 我們做化療的病人 一定要先抽雪 衝一些 去 溫溫含雪 衝雪球 就排雪球 他水龍去看夠不夠 我還可以進一步的就化療 然後他竟然昨天抽的 水 因為我其實去年 我覺得比較紅水的肉 就牛肉 因為化療品也需要比較紅肉 才能補雪 可是我發覺我今年一口 都沒辦法吃 就是 驗不下去 驗不下去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人 也每天都會念心 我驗不下去那一口 那我就怎麼辦 醫生這麼說 可是我沒有辦法吃 那我只能選擇白肉吃 可是我竟然我現在 兩三四次 平常有到白肉 可是發覺到 我的指數是正常的 我就覺得非常美 高興喔 我不用會這個病 那也不用起了優力 因為至少 那我可以 那不去下去 我就很高興 不要吃到紅色的肉 牛肉 而且很care 那些牛肉 這樣 這樣 謝謝 我們的廟金真的可以大處去試現了 才 十天 他說他才做新法差不多七 七天 有沒有神奇 有 很感動 很感動 我們大部分就真的哭了 真的很感動 然後 感動的眼淚 感動這個天氣給我們 這個滿滿的愛 滿滿的祝福 就是太神奇了 其實現在真的很多 你看現在連天災都那麼的嚴重 我們就趕快來落地 而且我早上看了很多的新聞 都是很不好的 什麼德國 什麼美國 那個都是很嚴重 很嚴重 我們台灣有沒有覺得 很幸福 對 我們要趕快來推超 能量長真的很重要 我來分享一下我家的冷氣壞掉 我家的冷氣 其實我有點會在旁邊收起來 你知道嗎 就那個好像零件壞掉 然後我就隔天起來 然後我就趕快拿蛋蛋機去放 其實我先生在家是不太讓我放蛋蛋機 因為他可能天也不相應 我就很尊重他 我也盡量不去放 所以我就去放了以後 他就沒多久 他就給我關起來 關起來以後 我就跟他說我在修冷氣 然後他就說 好好好 他可能也被炒得 可能腦神經收入 他就讓我放 結果第一天放完 其實還是一樣炒 然後第二天我就放兩台 他就跑來跟我說 那你用加強板 他就居然 他沒太也沒想到 第一天根本沒笑 你知道他就讓我放兩台 然後第二天的那個聲音 就變得不一樣 但是其實還是蠻大聲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天地 幫我怎麼修冷氣 第三天其實我已經忘記 這件事了 因為我有睡得比較好 然後我先生來跟我說 阿你不是要修冷氣嗎 我說喔對齁 對齁 然後又拿大冷氣去 第三天其實我只放一台 因為三台在輪流 都要一直充電 你知道嗎 然後就 欸我有忘記這件事了 因為就 就沒有被吵醒 然後啊 底下我要去那個 北處那邊 我本來想要分享 我家冷氣的故事 我就趕快問他 我就跟他說 因為男生對這個很敏感 我就跟他說 欸你有冷氣 到底修好了沒 他說欸 好像就回來 回到原來的樣子啊 我說喔真的你看 冷氣喔 他也會累 對不對 他也需要能量 因為他用了17年 你看喔 什麼東西都是需要能量的 那你看我們 那麼多的家人 來落實超馬以後 我們能量都提升了 這會不會影響整個台灣 所以為什麼我們台灣 現在這麼有 我不敢說都是我們超馬的功勞 但是你看 我們每個家都變幸福了 我們可以去影響多少的家人 對不對 然後你就知道 我們就是一個寶島 你跟台灣在那裡全部都是光 然後我們希望趕快 趕快 一定要趕快 因為這個世界的變化太大 你知道北極居然32度欸 好可怕 這是沒辦法住人的 他說滑北再來 你知道嗎 他說德國一片喔 本來是草地 今年全部都是變枯枯的 為什麼 太熱了 有沒有很恐怖 以前你看德國這麼先進的國家 你看這個天災 是你沒有辦法去避免的 所以我們要儘快 然後現在比如說我們的分享會的單子啊 我們就再來的分享會 我們全省的12場 剩下11場喔 我們要趕快每天去推10個人 然後把我們的那個家人 親朋好友都給他邀過去 聽到這麼多這麼棒的見證 至少可以慢慢的接引到 也不行慢慢的啊 趕快接引到 所有的有緣人一起來 趕快把我們這個查碼給推出去 把感恩跟愛 然後現在 所以導師真的很辛苦喔 今年又多回來了8月21日這一場 然後那一場真的很棒喔 有千人的那個問答 然後透過導師會幫我們帶一個富足的富有 所謂的富足就是全方位的富足 就像我們療生病了不恐懼 其實慢慢的 我們一個心病了 其實就好了 其實都是心病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我們來請我們的那個 畢經來了 來幫我們再找讀下一段 第十章的第三段 益令吉尼的你描述之後 我們益令吉尼的你描述之後 今天你看我們關於的目的 就是我想要請照了一個吉尼的方法呢 就是很快地反應說 他喜歡一個月子 來這邊看看 因為聽到朋友長得這麼神奇 我似乎有什麼神通可以幫助人 所以他特別來解釋一般 我立即向他表明 沒有神通與否的談說 因為世界上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老老實實按部做班的處理 如果把神通等一些不相關的說詞掛在點音 你我都會在認知上存有偏差的壓力 君明說 我可以感覺到你跟別人不太一樣 但是能不能幫我解決問題 我還是沒有相當的把握 一切都需要等我回去再三思好 再來請教你 我隨即對他說 我深怕耽誤到你治療的時間與進度 建議你趕快找真正能夠幫助你的醫護 醫護人員 徹底的檢查出你的病根 實施求是的治療的醫治 讓你的健康心靈 都能更近一步的早日 遠離病魔的騷擾 徹底再三表示 他還會找時間與我會面 我說這些都不是重點 你應該趕快找到你的貴人幫助你 那才是你現在的難眉之急 從徹底第一次拜訪我之後 隨後的半年內 他不定時就會打電話過來 向我表明 他找到了什麼樣的大師 免疫或者口味非常好的相關人士 感覺他非常忙碌的 在為他的病苦循酬解藥 一晃眼 拜託你 那請我們必經姐來幫我們分享 老師 主持人昌瓦家人 大家好 好 其實我之前我參加超馬 已經有半年多了 嗯 對 那其實我是一個比較出神經的人 那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那所以 但是我現在 因為我最近在處理我們家的事情 我娘家的事情 之前剛開始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自己就會很生氣 為什麼 怎麼怎麼怎麼 就是開始劈疑嘛 然後處理到現在這一陣子之後 終於 今天就要到一個段落了 但是我發現 其實真的是心要定 當我的心定下來之後 姊姊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要求是什麼 我都覺得那是OK的 沒關係 你們覺得好就好了 我只是要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所以我覺得在心境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可能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的要求這麼的不合理 我才不可能答應你的 可能這件事情 就完全沒有辦法處理完 所以這一次處理到前天的時候 我突然恍然大陸覺得說 我的心態好像變了耶 我好像也真的不一樣了耶 我這一次是真的 第一次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改變 那之前是我的老公跟我的小孩說 我覺得媽最近都不會生氣了耶 都比較不會發脾氣了耶 我那時候我覺得還 欸 有啊 可是經過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我發現真的 當我們有來接觸超馬的時候 無形當中的那種轉變喔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可能當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可是在面對事情的時候 欸 你就會突然覺得 欸 自己好像有些許的轉變了 嗯 所以非常感謝超馬家人 對對對 還有很感謝若驊 她在友信男司機會提醒我 欸 地基階有沒有要來啊 謝謝 謝謝 我也還要謝謝小玉 都會帶我一起去分書 對對對 其實發書的那種感覺非常快樂 因為原本我是自己一個人發書 結果有一次我就找若驊發書 我就覺得欸 那感覺也很棒 後來小玉也有學發書 我就想說那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去發書 感覺一下共振的感覺 結果真的 有共振真的是不一樣 跟我自己一個人差很多 希望大家能夠也有一起 共同一起出來發書 謝謝 大家很快回來這個電話 她是一個美容師 你看 聽不到 方澤的實驗 她來給你那個 那個 福利 幫我分享一下 她去帶著 羅方澤基金的實驗 老師好 兩位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鼓勵 很高興也是因為 洛華的蓄電池太強了 也是因為羅東那邊 雲潔的積極 然後跟佩蓁的發心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樣子 一個很偏遠的一個地方 大家這麼積極的 實在是很感動 所以就把我感動的心給蒸發起來 所以我們8月8號禮拜三 羅東 羅東 對 基因會開始晚上7點到9點 如果有興趣的家人們也可以過去 那有朋友五十 請坐四十 請坐一會兒 是這樣子練嗎 請坐五十 朋友四十 加起來 加起來還要倒十塊 倒一百 請坐五十 再幫我們請教支持 這樣子有親戚朋友在那邊的話 那在鼓勵在這邊就先謝謝 洛華也謝謝所有金融會的學長 學姐們給鼓勵的教導 那可以讓鼓勵這麼快速的成長 真的太感恩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來的一個朋友就是雅芬的媽媽 我一直看到她都覺得很辛苦 結果雅芬昨天賴我真的很感動 她媽媽為了照顧他們家三個孩子 然後一路走來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她現在非常認真在 從去年開始非常認真在發說明 半年了 一個禮拜有時候發三四箱的療癒權力 有時候都發到半夜一兩點還在發 有沒有認真 然後我們來聽聽她的感動 她的改變 來啦 這個師傅在那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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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改變 花家好 我是叫廖立霞 我女兒叫我花子 那我想說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女兒生病 是自己沒有的 所以為了她我盡量很全壞的 然後讓她改變 那我在花師傅都是在一個紅綠燈的 本來是很討厭紅綠燈的 現在看到紅就很高興 沒發生的 因為我本身有 為了我女兒 到處拜拜都有靈異主持 都有靈異跟我講 我女兒叫我來參加這個 我覺得那個靈異就比較少了 只有一個 前世的媽媽會跟我講話 其他都會 反正就是消失了 沒跟我講話 所以說我 我半年裡面 我花了30箱的師傅 我想要再去再去盡量的花 因為我不要發炎 我盡量做得到 我做就好了 謝謝大家 好會講話 謝謝你 你知道嗎 她因為孩子的一個 身體的一個狀況 結果她就到處全省 求神問苦 因為很苦 因為她也需要 那個也有精神方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她就很苦很苦 然後也因為接觸了太多的宮廟 她每天喔 不管什麼時候 她就會聽到那些無形的聲音 然後一直在干擾她 結果發著發著喔 那個雅芬就說 她媽媽說 欸現在聲音沒了 就剩下一個 那前世的媽媽還跟她說什麼 前世的媽媽說 你可以聽你女兒的話 跟她走 沒錯 她會幫忙 你也很消息 那結果我就自願 聽她的話 今天本來不少了 但是她一直鼓勵我 我自己來的 謝謝觀眾 要常常來喔 對啊 在能量場多強 她花了30箱的療癒全力 然後整個氣色都變好了 然後整個那個眼神都不一樣了 對不對 要不要很開心 那你要不要再加油 要一起加油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再來請我們Michael幫我們導讀 導讀一段就好了 導讀一段就好了 好幾個月都沒有再接到Michael的電話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急切的打電話給我 想要與我預約時間 她說自己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再去騙訪 各地民視來幫她解決問題了 而且她現在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 不但每天晚上入眠的時間少得可憐 而且只能坐著睡覺 且各種其他的姿勢睡都不會覺得不對勁 使得她白天和晚上都相當的疲憊 外人看到她真的可以用琵琶鼓這三個字來形容她的病相 醫生為了要減少她晚上的痛苦 給她開了許多鎮定劑 劑量日漸增多 導致她的精神層面 考思判若兩人一樣 清醒的時候很清醒 痛苦的時候更加痛苦 醫生已經告訴她她有輕微的憂鬱症 當我在電話中聽到她的描述 背後的為她感到擔憂 於是我問她 妳究竟想不想把妳的問題真正解決掉呢 她說就是因為想要把問題解決 所以她才特別打了這通電話 想跟你約時間見面 看有沒有其他的曙光出現 好感恩 Milai哥已經好了 那個Michael 你從今天念的這些 你有沒有什麼感受 今天啊 還好耶 書上的感受是沒有 不過我可以跟妳講說 我自己就是這幾天的一個小確幸 好 就是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因為 我也不知道 因為夏天嘛 然後就是 就是跑進室內室外 跑來跑去 然後流汗 然後在靈性房 這樣就是很容易感冒 然後我感冒 那時候禮拜六的時候 因為就是感冒症狀出現 然後一直給我鼻水 然後一直打磨打噴體 然後 那個鼻水不是問題 我就是第一的人知道嗎 反正 以前我只要有這種症狀出現 所以我只要說我已經感冒了 然後當天 因為 隔天是禮拜天 然後禮拜天我又跟人家約我發說 然後要去經營會 我想說 而且隔天禮拜天 也沒有醫院 欸 就是只有急診 然後想說可不可以試一下 我們就是說 暢順一下感恩詩訊 跟那個 默念導師的那個聲號 這樣子 看試試看 因為想做個實驗 然後當晚就是 就是 睡覺醒就是 就是 偏偏念導師的聲號 偏偏唱感恩詩訊 然後隔天起來的時候 之後咧 欸 滴水就不流了 然後我就可以去那個 熟利節的經營會 然後順便拿書 然後 禮拜天的下午 發完書之後 禮拜天的晚上 我另外一個症狀又出來 就是喉嚨又開始痛 然後我想說 再試試看一次好 看是不是也是用一個 那個 唱感恩詩訊 繼續跟那個面導師聲號 然後 果然 然後禮拜一的早上的時候 就完全都好了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 這是我第一次 就是 真的感冒的時候 我沒有去看你 也沒有拿藥 就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我想說 真的是蠻神奇的這樣 對 這是我是正前的小確信 這邊那個秀鳳 要不要分享一下 他已經來了這個 很機會好幾次 他是健良健照的朋友 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來抄馬的 有沒有什麼收穫 老師好 大家好 主持人 其實我 我爬到書 我是在那個 前程 就是那個大型 八十八秒道書 那是去年來前年 就在忠聖念堂那邊 那後來我就 我就買了這個 抄馬的書 開始看了 那其實過程就 還蠻多 很多很多 可是我 我比較想分享的是 剛剛他講到感冒這件事 那我就 就 短短的分享一下 就是 短短短短下 應該也是上禮拜一吧 那我就也是有那個感冒的症狀 就是喉嚨很痛 那通常過去以往 如果是感冒 大概都會有一兩個禮拜都會咳 先喉嚨痛 那咳嗽這樣子 一定會是 一定是這樣 那因為我也大概都沒有在吃藥 那就是這樣的過程 可是這件事就是很特別啊 就是 我喉嚨痛 他的隔天 那我就想說 因為 很多人都會做那個心法 那個呼吸法 那就是呼吸法之後 然後就是 有一些人 我有聽到一件人分享就是 過敏啊 或者一些症狀的好 那那一天好像 我早上還是都很嚴重 紅紅很痛 那一直咳嗽這樣 那到了下午四五點 我就開始做那個呼吸法 我記得我好像 聽那個 聽擋著 我聽了三次 那就是 忽然間 欸我怎麼好像完全都好了 快睡前的時候 那我有點 欸真的嗎 有可能是這樣子嗎 那真的隔天 就之後就真的弄好了 那這微微的一點的喉嚨痛 這樣 我自己也覺得蠻神奇 好 感謝 原來我們的知識技 就可以幫我們治病了 那個欣宇要不要分享一下 不要 他一直拖得那麼大力 那請那個 願名嗎 不用啦 給這麼多個 那欣宇也幫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開始真的也好亮喔 那你也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導讀的這一段 我分享我這個禮拜的自己的感受 其實就是有一次剛好聽導師的音檔 然後呢 他就說 我們自己是導演 我們自己是演員 我們要把每一天過好 所以我聽到這一句話之後 我就覺得很感動 這種爭論以前我們都不知道 空門二二再過日子 真的我們自己就是導演 那我們自己也有責任把自己演好 就這一句話跟大家互相面臨 謝謝 好棒喔 真的咧 我覺得我沒有進叉馬 人生裡面是黑白的 而且很可怕 一直在重複 重複在吵架 重複在抱怨 重複的喜提都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超馬每天就是好開心 好感恩 好喜樂 有沒有不一樣 變彩色的耶 所以我們超馬真的是 而且我等於就跟一個家人分享 我說我來超馬最神奇的是 你的情緒喔 會很快的就變得很穩定 然後就不會那麼愛生氣愛抱怨 然後就會覺察力就會變得很強 所以我會覺得超馬實在太棒了 你光一個不生氣不抱怨喔 你就可以救好你的家 你救好自己 你就會幸福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每次人家都跟我說 你這個書在寫什麼 我就說我們在落實地址 各位我們在希望不生氣不抱怨 然後很多人都笑 那有可能 來超馬怎麼可能 而且很快對不對 有了來兩三天 你的情緒就是很麻煩喔 就是變得很穩定喔 你就不會再加就是一個土布果 所以我跟我先生去買東西啊 我就看那隻老虎的娃娃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買這隻回去好不好 然後我就看他一個臉 我就說好啦 沒關係啊家裡已經不吃了 好啦好啦 不要冷靜 我在那邊開玩笑 再來請我們那個從哪裡啊 那個美軍你是去哪裡玩 瑞士喔 好 我們很久沒聽我們那個美軍分享 他是個畫家喔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很認真在做筆記 後來去你看 喔原來是在畫太陽 哈哈 好來 那個 太陽生的老師好 然後全世界超馬家人大家好 好 那個 盧州讀書會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那我是重新練過來的 那 嗯 因緣紀會在這邊 那我覺得這裡能量場真的很棒 所以呢 每個禮拜都一定 只要有時間一定要來 那這一次去瑞士是因為媽媽想去 對 媽媽想去瑞士 那媽媽82歲了 那爸爸86歲 那是因為爸爸媽媽常常出國 所以爸爸覺得他年紀已經很已經 就是他覺得玩夠了應該要休息 不要再出去玩了 而且到瑞士坐飛機非常的久 好我們要是到香港 然後才從香港再轉機到瑞士蘇黎寺 光這一段到香港就一個半小時嘛 然後香港到蘇黎寺就有十二個半小時 那我如果坐經濟湯的話 其實十二個半小時對一個年紀大的人 其實是蠻辛苦的事 那因為媽媽想去 所以這個責任就落在我身上 雖然嘴巴說是責任 其實是我比較幸運 好第一個是可以陪媽媽一起出去 對 那我們經濟狀況又不是很好 所以呢 這一次算是 呃 呃 怎麼講 伴游 伴游 對的確是用伴游的方式過去了 對 那那個 呃 真的很神奇喔 因為我本來在想說糟糕 那我這段時間怎麼寫心得啦 那那你知道嗎 我到了 呃我們畫好機會的時候 到香港這一段路程 我做的 我剛好是選擇 就是他幫我排到第一排 第一排 第一排位置是你腳伸直 兩隻腳伸直喔 那都碰不到牆壁那個 然後又在邊邊 所以上廁所很方便 行動也很方便 然後我就想怎麼那麼幸運 啊雖然只有一個半小時 啊不然他也好嘛對不對 結果呢我們到了 我就想說 哇後面十二個半小時 應該會很辛苦 雖然是我們這種年紀也會覺得蠻累的 結果我們到了上飛機以後 你知道嗎 後面全空的 對 全空的 然後導遊就跟我們講一件事說 如果你要起飛的時候 後面沒人 你就可以到後面去坐 結果我一看一看 都沒人上來了嘛 結果我們就坐在後面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坐飛機 是可以躺著睡覺 睡到處理室去的 對 直接這樣躺著睡喔 對 你看然後導遊說 他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他帶團 帶了那麼多年 他沒看過這種現象 對 他說我就問他說 那你會遇到什麼現象 他說點多是 中間空一個空格而已 結果我們那一團的人 幾乎在後面睡 就是 這樣子 然後整排 你就是這樣子 直接橫著這樣躺在那邊睡覺 對 然後到了那邊 因為我們是去瑞士舞蹈民風嗎 你知道嗎 我覺得整個團喔 整個都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 我們去到每個地方都非常的好 然後 這次去 舞蹈民風是全那一檔 因為有些時候你上山 他是雲霧的 下雪的 你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所以那時候第二天導遊就覺得 我們這一團是天使團 他就覺得 我們這一團 他就講了一句話 我也很敏感 就是提你一去 他說我們這一團的人 每個因為都是德性很好的人 對 然後接著 這跟老師講的是一模一樣的嗎 我們就是要把自己的德資料補足 然後補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遇到很多 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文 然後困難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迎刃而解 你幹嘛不用去煩惱他 他就是跟你順順利利的過 然後到了你知道嗎 我們很多事情就是 你會覺得怎麼這樣的神奇 到了倒數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要上去少女風 那我們那一團的裡面有一對夫妻 他的女兒就是在那邊實習 在山上實習 然後他大概八點多 就一定要到山上去了 他那時候賴我們的時候說 哇山上去的時候是霧 霧茫茫的看不到東西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九點多晚一點 大概晚一個半小時上去 結果上去的時候 天空全部放棄 我們看到那個景色多美 還有第二天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些很好的跡象 另外導遊說他那個懶車 他是從平面直接上到四千多公尺 那個懶車他是封閉 所以維修封閉到七月四號 那他維修到七月四號 所以七月四號以前到瑞士的人 他要去看那個白朗工的 都沒有辦法上去 所以我就那時候PO臉書 那我以前有個學生就回應我說 哎呀怎麼那麼好 我只能坐懶車在旁邊這樣子看 然後我之前高中一個老師也回應我 他說他們也只是在三下看而已 那還有一個同學高中同學也說 哎呀好好喔你可以上三 他因為他看到我PO的景 他說他也是在三下往上看這樣子 對那反正我覺得這個 一路走來導遊說能這樣子 武風全那一檔 喔對那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七月四號開放以後 我們這一團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PO臉書 然後他的朋友找我們三天去 結果拍的相片怎樣 霧茫茫的怎麼都看不到 因為下雪 對所以能像我們這樣 武風就全那一檔 通通可以那麼殊勝的去看到 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整個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在這段時間 對啦我自己因為很累 出去玩分的也很累 心得也沒寫 但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會放那個感恩星空 對然後那一天剛好聽到老師在 後休也請到說他在放感恩星空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那首歌好好聽 樂聽樂好聽 然後你就會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然後像昨天在家裡也是一直反覆的聽 然後當然啦回來以後 我自己知道這樣子這段時間 老師有說過 那個休息是沒有假日的 其實都放在心上 真的身不由己好累喔 然後沒辦法寫嘛 那我就回來就想想 不對我還是必須把這些天 該有的殊勝以及一些心得補上 所以我真的花了三天 整整三四天的時間 然後就把這個月的心得 所全部補起來 對那我自己寫心得 我覺得還不錯 是因為我們其實每天都在做自我的反省 或者是說 你就把它上成寫日記一樣嘛 那我自己有在整理我的心得 我除了這樣寫PO到去以後 我有自己在電腦上 再把每個月的整理起來 那我是從去年四月二號開始寫心得 那我做了整個紀錄 你知道嗎 去年四月二號到十二月底 我發現我漏寫心得的 竟然有九十幾天這麼多 對但是今年不管怎麼樣 那就是有延遲到太累 或者是說前幾天沒有什麼感想的時候 我也會回頭來把它那個心得補起來 所以我今年從一月到現在 有啦我前天那一天還沒寫啦 然後這一段時間的心得 我是每天不管怎麼樣都要把它補上 那別勉勵大家一起來 就是除了超級生命密碼以外 然後地址歸 然後主要還是要天天寫心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看老師就是這麼認真 你現在的那個美女是 我旁邊這是我女兒 對因為她一放暑假的時候 我就一直希望帶她過來 可是她超忙的 對然後呢 今天她這個禮拜跟我講說 她這個禮拜是空檔 我就想到說她這樣子 一定要把她叫過來 然後感受到這樣子的一個喜悅 嗯 所以今天早上她沒有睡飽 對 但是她來這裡應該衝飽了 我真的還滿想聽你分享說 媽媽來這邊 然後因為接觸她嘛 她改變了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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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第一天來 然後 看到每個人就是表情上 媽媽都覺得 真的就是 跟媽媽很閒 就是每天笑容都很 就是很多 然後我覺得 媽媽就是 參加這個讀書會之後 就是 她很 她其實很常放那個 音樂 就像我們每次出去玩 然後車上都會放那個 感恩4G機 然後我跟哥哥有時候也會一起唱 就是我們在車上 然後我覺得 媽媽在家裡面 她就變得很正能量 就可能如果 我跟哥哥 發生一些挫折的事情的時候 她就會說 欸你們要看一下那個 一天看一天 這個 超級生命力 然後 讓自己 就是不要一直沉浸在那個負面能量中 然後 要多多感恩 就可能 受到別人幫助的時候 就要 所以去感恩 然後 也要 謝謝 生活做到各種事物 可能 我們用的 什麼筆啊 之類的 這些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她 一般人會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東西 然後 不需要懂得去珍惜 可是 媽媽就會跟我們講說 你用它 你還是要保持一種感恩的心情 然後我覺得 就是 車上放那個音樂有時候會很酷 就是 我們可能出去外面沒有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我們就會三個人就是一起唱那首歌 就是從來開一開 然後就會有路邊有的停車位 就會覺得很幸運 就是每一次 媽媽有時候就會分享說什麼 欸她前幾天 都找不到車位 然後 一開始 一放那首歌 就旁邊就有車位可以停 就覺得很幸運 就是 覺得 這個讀書會就是充滿正能量 然後 讓大家 就是讓 讓我也知道說 要懂得感恩這一切 就是 因為每一個事情 可能每一個機會 都是得來不易的 所以要懂得珍惜 謝謝大家 哇 分享的超超超級無敵棒的 你看這麼優秀的媽媽 媽媽就是現在是家裡的太陽 對不對 嗯 她媽媽 她媽媽對爸爸比較溫柔一點 她媽媽對爸爸比較溫柔一點 哈哈哈哈 已經十大考驗 有啦 有啦 好好好 這是秘密 我們下次再聊 哈哈哈哈 好 那我現在想請那個我們的小沛 小沛 小沛 你被壓住 你被壓住 現在可以分享一下嗎 可以 好可以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小沛 我們輪座有機會 就是因為我們小沛 一路的相挺 來 導師 好 還有全球的超級 私密碼 大家好 對同學大家好 好 我是小沛 所以我媽媽叫我分享 因為我媽媽上個月剛好過完 然後就是7月8號 有一天我姐姐突然間打電話給我 她就一直哭 所以說媽媽進急診室 然後好像快不行了 然後我就 其實那時候我還在睡覺 我就從床上整個人就跳起來 說啊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東西用一用 我就趕回去南部 因為那是我生母 然後我就直接趕到急診室這樣子 然後那三天都在急診室 陪我媽媽 然後我就一直放著 打人刺進去 我都沒有停 然後也一直默劣的打人刺進去 然後到親起醫的時候 我媽媽要做一個核直控證 就是腦脫 因為我媽媽眼睛一直往左邊看 醫生說怕她是不是因為去傷到腦部 而導致說應該她的眼睛應該知道 一直轉一直轉 可是她沒有 然後就因為做那個核直控證 在那個核直控證 外面我也是 門外面我也是直接直接打人CQ 可是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感覺到我媽媽應該做了 那個核直控證之後應該會 就會離開 然後當下她出來 其實她也還沒做完 就大概十二點的時候她出來 醫生就說 她的血壓已經盪到最低了 然後其實我已經一直在念 是我心情有點平靜 我也知道說我媽媽應該要怎麼可以趕路 然後就真的盪到最低的時候 醫生問我說要不要急救 然後之前就經常跟我媽媽說 媽那個因為她整個心臟都已經衰竭了 所以如果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是簽放棄急救 所以當下我們就說跟醫生說 那我們就不急救了 然後我們在就當就當天 我媽媽就走的時候就 然後我就一直捏一直捏一直捏 我就希望我媽媽這一路是走得很安穩的這樣子 然後 有點緊張 我現在是很平穩的 然後就是因為還要照顧爸爸 所以我在家裡的時候 然後我照顧爸爸 然後姊姊跟哥哥他們就在接醫館這樣子 然後在家裡我也是都會一直放 老師的歌我一直不斷的放 一直不斷的放 然後就覺得自己是心情真的是很平靜 我覺得老師的感恩實力去真的很好用 然後這一次我去林山啊 結果突然間我哥的車子也拋錨 然後我是在路邊 因為我們是在山下要往林山 要往那個湖愛的路上 結果就拋錨 然後我就在路邊 我就開始心裡面感恩實力去說 欸 雖然車子已經已經拋錨了 然後也希望這一路都是很平安的 一直可以到家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感恩實力去做得是很好用 然後就突然間昨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間就接了兩通電話 因為我在幫我朋友做那個亮那個紅酒 然後就一大早就接兩通電話 欸我想要知道說那個那個操碼 然後有一個是從里蘭打電話來說 欸我看里蘭拿到的 我就說啊里蘭 我看在里蘭發宿 我說可能應該是林姊他們帶回去發的 然後我就說那我幫你聯絡 然後就一啊那邊等等 她就說好 然後所以我就留了她的電話 然後就請林姊跟她聯絡這樣 所以就有發芽了兩個鐘 這樣子謝謝 那天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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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母走了 但是她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平靜 你看真的聽得出來 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為父母去哭泣 我們要為她的祝福 然後帶著喜樂的心 因為她也希望我們過得是快樂的 然後再來我們要請我們妙華來幫我們分享她很精采的人生故事 謝謝來 掌握你就是你 掌握太陽聖德導師 掌握兩位主持人 先做一下廣告 我們如桌的晚上精英會才剛剛成立 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七點到九點 有空的家人 這是大家的精英會 邀請你們一起大家來共振 誠摯的邀請你們 我們需要說不管今天新學員或舊學員 我希望說因為你的分享能夠共振到每一個人 那今天因為我剛剛聽到我們新學員分享 我聽得非常感動 那剛剛若瑪有叫我說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那我想說不要把這個氣氛弄得很傷心啊 因為我如果說了可能大家都需要拿一條手帕 所以說這個我下次再來分享 我分享一些我這一陣子快樂的心情 還有昨天發生的事 就是我先跟我說我先跟大家講說 我跟我先生是很絕配啦 我先生是獨子那我是獨生女 就是我先生他們生了九個有八個姐妹 我先生是獨子那我是有上有哥哥下有弟弟 我是中間的 然後為什麼我脾氣那麼大 從小就是父母寵的 因為只要跟哥哥吵架 媽媽就說讓妹妹 所以我小時候就很恰就可以跟哥哥打架 然後就是打贏的那一個 因為父母都會照我的這樣子 那就是說自己知道自己的脾氣非常的大 所以就選一個比較好的老公 比較好的老公 脾氣好的老公就可以欺負他 那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因為進了超馬 我覺得我一直在修正這一塊 因為知道說我人生 我剛才聽到廟經在分享的時候 我在想說我們人生一定要走到自己一生是病的時候 才要說趕快來尋求人生的景樣 因為我剛聽到廟經在說的時候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想說其實身體因為負能量大 身上已經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訊息都出來 苦與痛都是負能量 所以說現在一直在修正這一塊 不要到已經沒辦法修復的時候 我們才要來趕快趕緊怎麼樣都太慢了 那就是說因為我的先生就是目前沒有跟我住在一起 那也是有辦已經有辦離婚了啦 那我就是在想說因為要圓滿 要圓滿我們就是說你們一定會覺得很神奇說 當下我們離婚的時候是我的三個孩子幫我做見證 因為我心軟害死我自己啦 所以說其實他在外面租房子的時候 我只覺得說我真的不會說因為你做錯了什麼 而不理你 我請他出去外面租房子的時候給他50萬 因為怕他餓死 套用現在的那個我們的那個形容詞 他應該是算現在應該來算的話應該算媽寶 因為媽媽在的時候他靠媽媽嘛 然後跟我結婚靠我 那我是覺得說已經扛那麼多年的那個生活 生活一些大小事都扛了真的太久了 那我因為有答應我婆婆說要把他的那個房子固好 因為他走的時候又有聽那個法師說 你媽媽你婆婆走不開啦 因為放不下 因為我們本來的房子是在西門町的那個兩間房子 我兩間房子賣掉才來買爐洲 舊房子啊 所以一路走過來 我就 他就是因為我老公就是因為租屋的問題 然後就是 對方就是請他再去外面租房子 因為漲價什麼之類的一大堆 他就來跟我講 那我就那個心軟的脾氣又上來 就跟他說好啊 那還是你要幫回來 然後我女兒我老二 我老二是我的鏡子 我老二鏡子就是 我看到他就是看到我自己脾氣非常大 然後他就說 媽媽 你這樣一路被爸爸這樣子 爸爸一直做錯事情 你一直原諒他 而且沒改變 你還讓他回來 我告訴你 他這樣跟我講 我告訴你 如果他回來我出去 我搬出去 才讀大學 那我聽到 我真的會嚇到 後來呢 這一陣子 我真的 我一直在求圓滿 然後就是 在家不斷的說感恩 那爸爸一回來 就我跟我老公擦把水 我們真的是有落差 那個思想方面差很多 那我女兒就看到他爸爸回來 就有小聲的跟我說 你幹嘛讓他回來 然後我就說 沒有關係啊 我有煮飯 爸爸吃一頓飯沒有怎樣 然後他就說 我老公就要開始唸 看這個不睡 你看那個不睡 又要唸 然後我女兒就說 感恩 然後爸爸又唸說感恩 感恩到三次之後 我老公嘴巴就閉起來說 感恩 他說你媽媽都一直感恩 一直到超馬都感恩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勁有在做 那到這一陣子 昨天 我先講前面的事 因為我放暑假 如果我上班 我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熬夜了 那這兩天 我覺得我很快樂 因為我們家 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廟禪師父的門下弟子 在101年入門到現在 今年做了一個結束 我就好好的在這裡實修 那我女兒 我那個小女兒就很可愛 因為我們就在聊天 因為他們在房間看書 我們為了省那個電費 三個人擠在一間 然後就開始聊天 然後我那個小女兒就很可愛說 媽媽媽媽 我跟你說 你可以那個自立門戶 那我就說怎樣 他說你們的師父 你們的師父的師父叫做妙天 然後你的師父叫妙禪 然後我說 然後呢 他說你叫妙華 他就跟我說 爸爸你可以自立門戶 然後我跟你說 你自立門戶的時候 禪定一定要 他教我 他說禪定一定要 然後呢 我再幫你想一想 呃 怎麼樣怎麼樣容易能夠來練才 這樣子 我女兒就這樣跟我講 我就說 可能齁 我們都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開始成立的時候 應該警察就來問我吧 然後我女兒就笑 笑得很開心 這樣子 我們整個晚上都在講這個 然後老二就進來 那個跟我很像的 那個脾氣很大 就進來就說 你們兩個幹嘛 練笑話 然後我就說 欸很好笑 妹妹說怎樣怎樣怎樣 那老二後來也加入一腳 也跟我們在那邊練笑話 就一個晚上我會覺得 好開心喔 這種情景好像很久沒有 歡笑聲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然後昨天 昨天他們一樣在房間看書了 啊我 我在做心法 因為 在說 一天沒有做心法 前一天沒有做心法 發生事情 就我哥哥啊 我哥哥就昨天 因為小玉也有看到 我哥哥就跟我說 妹妹 今天哥哥放假 哥哥帶你去體驗重機 可是我很膽小 我一直給他拒絕 一直給他拒絕 可是昨天哥哥又打 然後我就說 可是等一下有人要來跟我拿書 我說沒關係我可以等你 反正你就是怎麼推我 哥哥就是要帶我去體驗重機 然後就剛好安排得很好 小玉 小玉到哥哥已經也到了 在樓下等我了 然後我就小玉就輸 超馬就載走 然後我就跟哥哥 要上他的重機的時候 我就跟哥哥說 哥哥可不可以騎慢一點 然後哥哥說好啊 然後從哥哥就 我就抱著哥哥的腰 然後哥哥就說 齁 我怎麼覺得載你 我怎麼覺得一直要跌倒 那種感覺 然後哥哥就說 你可不可以抱住我的腰 然後就 哥哥就把我的手抓著 就抱住他的腰 然後我就跟哥哥講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載了一隻無尾手 然後哥哥就說 不會啦 你就是反正抱著就對了 然後這樣子體驗一下 因為十二點我還有約 就是學員也有人約要來載書 然後我就說哥哥 你不要載我出去太久 他說十二點可以嗎 他本來是要讓我繞一圈金山 然後回來剛好一點我說不行要十二點 然後就是繞了陽明山一圈 回來剛好是十二點 我哥哥很準時 然後跟我說十二點 那 到了 我就跟哥哥講說 哥哥 那 下午五點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亞東醫院 然後哥哥就說 好啊 就在亞東醫院的時候 在路上我們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就覺得很神奇 因為一天沒有做新法 就再騎那個 因為重機可以上高速公路 然後快速道路 然後高速公路應該也可以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很快的那個道路都可以上 那剛好我們要上那個快速道路的時候 然後 就 呃 因為 我有一個習慣 我不是向你們放單單機 我會 我會 其實紅綠燈我會自己唱 然後就在唱唱唱唱唱 唱感恩四聚記的時候 哥哥 前面一台車子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那哥哥就是跟著後面也要過的時候 突然間我就聽到 砰 噹 我 我被撞到大腿這邊 現在還黑車啦 然後 旁邊已經有人倒了 那我哥哥 我哥哥 我覺得我很相信我哥哥 我哥哥的技術真的是也蠻好的 他那個重機 應該我哥哥是要倒的 因為我有看到那個 那個撞力很大 我都撞到啦 那個腳是黑車還腫起來 然後哥哥就 把那個 我哀了一聲哇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哥哥就 再追一下 然後就上去了 就是 就是我們沒有跌倒 那我哥哥沒有跑掉 我們就停在旁邊 剛好 那個警察巡邏車就倒了 就開始問 那個妹妹 就差 我看他的年紀應該是學生啦 我就 車子就整個倒了 喔 然後我們就去看 那個 那個警察就是 有一點喔 我看到他在講話 他覺得負能量很大 因為 我哥哥就是 他因為看到受傷 他認為是我們去撞他 大車撞小車 然後他說 你別說 那個警察就叫我哥哥說不用講 那問那個妹妹 妹妹 我看到他整個這裡都插傷 然後妹妹就說了 他也不知道怎麼發生 然後 路邊有人在跟交通警察說 因為前面有一台大車 大車擋住視線 應該錯的是這個妹妹啦 因為直線的時候 我聽我哥哥講 因為他不能這樣轉彎過來 視線又擋住他就撞到 那妹妹就倒了 然後後來那個 警察叫做不用講 聽到妹妹看妹妹怎麼處理 那我哥哥也有行車紀錄器 那個妹妹就說 你等一下 我打一下電話 原來要打去給媽媽 媽媽說車沒壞 那個車沒壞就好了啦 就不要再追究 因為那一台大車擋住 那一台已經走了 後來就問我哥哥 然後我就 我哥哥就說 就把那個實況說 我們是被撞 而不是我們去撞人 這個很 這個很清楚這樣子 那我也很感恩 因為當下就說 以前我不能量 如果很大的瘦 我一定會萬提萬提 我跟你講 真的 我唱感恩詩劇記 我又覺得說 我哥哥一直關心我說 妹妹 你有怎樣嗎 我說沒有 沒怎樣 沒事的 哥哥你不要掛心 就到 昨天的晚上 我剛好想到826 我就想說 我應該是來找我們家 這些女子兵來參加 導師的課 Q&A 那個 負能量很大的 那個妹妹老二 跟我很像 我說 我說 媽媽 你不要叫我 我上一次 已經聽你的話 我已經有去喔 今天用了 我換妹妹 然後 我就說 妹妹 來吧 我們一起來講吧 那個導師那個課 真的非常好 我告訴你 你知道嗎 那個太陽聖的導師 多麼的厲害 多麼的神奇 我就開始巴拉巴拉一直講 我女兒就說 好吧 那你可以給我錢嗎 然後我就說 那有什麼問題 我說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我就這樣講 那個小的說 他不貪心 他說 媽媽那你要給我多少 我一百塊 我又說一百塊 然後他就說 媽媽媽媽媽媽媽你還可以再加二十塊給我嗎 我說可以啊 然後我就 老二就開始講 跟老二講 妹妹 來吧 你說吧 你要求多少 然後他說 去哪裡 台中 齁 太遠了 我說可以坐遊覽車很舒服 什麼 就一直跟他說 啊不要啦 然後我就說 那 你可以講一下價錢嗎 可以 然後我就說 如果你講了之後 我那個秀一下 你知道秀一下 我自己在那邊開玩笑 我說 你如果講了價錢之後 我秀一下在旁邊 等一下 你一說出來 獅子大開口 我就打下去 他就笑出來說 那誰還敢講啊 然後我說 你說啦快點 他說 那你開玩笑啦 我覺得這次換妹妹好了 我不想去 我覺得太遠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現在我們家裡的氣氛都是可以用商量 可以有笑聲 可以不用這樣子 以前都是用命令的口吻來跟你講 那可以去商量的情況之下 我那個小 我那個小妹妹她也願意去 我還跟她說 阿公阿嬤都要去了 你們還比阿公阿嬤 還不精進嗎 所以小妹妹很好很好就說 那老二就是說真的 我覺得她負能量真的蠻強 我是覺得說 需要再給我一點時間 那我也希望她成為超馬的一員 然後就是期許 那我也是說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們在超馬的家人 真的很幸福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感恩 謝謝 好 那個 很棒喔 那個妙娃一直在精進當中 聽她講話就知道說 氣氏還蠻強的 然後那個 最後 因為我們那個幸福跟著來 沒有 還沒導讀 那個勇輝大哥 你要不要 你就直接幫我們講 就不要念 好不好 你有看那個一支二十六 最輕最難的愛 請武師兄來幫我們分享這一段 那個 麥克風拿給那個勇輝大哥 老師還有各位家人大家好 好 不用拍照 那個 那個 一支二十六 最輕最難的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沒有導讀 那 應該是說 所有東西來講 其實在社會上其實常有 那其實 今天來跟導師問的這一個人 這一段來講 其實很簡單 自己本身來講 第一個 我們的那個得資量有沒有夠 其實問題是在這一點 那 導師這一段裡面有講 其實 很多事情 到最後來講 還是在英國這邊的問題 那 你今天欠你的女父母多少 其實你們不知道 那 老師會講說 你會更周遭 不管朋友 或是家人 你們會有認識 一定有一些因應在裡面 那今天你怎麼把這個果 可以把它處理掉 那 最主要就是說 還是回歸到我們最基本 你的 基本潛修一二三 你的唱會心法這邊有沒有做到位 那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得資量有沒有夠 因為其實到 這一邊來 幸福根人來到後面 我 因為 這禮拜有找我 說要繼續來講 所以我就 再把它步行看一下 其實 看第一次跟第一次看的時候 不太一樣 那 導師裡面其實最主要還是在講一些什麼 幸福根人裡面導師還是在講一些因果的事情 尤其到第二章的時候 因為今天有家人在分享說 身體病的問題 今天 那位家人分享的 我不曉得 可能 我們的主持人或其他人可以跟他分享 其實 導師有講過 他今天的病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因在裡面 那 導師有講過 腸胃會出問題是什麼 其實之前有講過 所以 他自己一個 就是說可以針對對外面去做一個唱會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從這個根因去找 他的病應該很快就好 那如果 如果照我所學他說 前兩年他應該就不太好 所以他的病才會這樣子 那沒關係 那 最主要說 德之陽的問題 那 父母來講 其實 再怎麼講 大家如果 地止規老師講的 其實 我們 德來這邊來講 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你今天 其實最近我有在想這些事情 我們 其實 德 我一直在想說 那個等於說 如果是以 今天世俗命一點 那叫做錢 你錢要賺得比較快 還是他要存錢比較快 記得一件事情 你可以防止你的德比較弱 會比較快 因為以前有人講過 錢一塊 去賺兩塊 你的德不要漏 你就得兩分 不要一直想說 你要去賺多少德 你的德不要缺 所以古人常常講缺德缺德 沒有道理 所以你的德 要怎麼不要讓它漏 很簡單 地止規多看 他不是看而已 你要能夠落實 是最好 所以今天來講 那位教人說 他 他可能是地止規 有看的第一集 那個 蔡老師分享 有一個導師 就是有一個老師 聽了之後 回去跟他的父母三跪修扣 我覺得這個是很對的 從這邊先唱文綺 這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德來講 你如果不漏 來講 你再過來要做 你會比較快 所以這個是 今天來講 他這一篇來講 是在講說 他父母對他的需求 他覺得他一直無管去護 就是說 如果他從內心去 回頭去感恩他的父母的時候 其實可能狀況會改變 地止規如果有落實做到的話 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 他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德 真的啊 這個超馬系統 就在講一個德 有德啊 你不求自得 什麼你都會順利 那你假如德缺了 你就會可能身體不好 然後家庭不順利 然後金錢也是會困難重重 所以啊 在超馬的兩個重要的 就是一個 你一定要去落實定規 去止漏 去止漏 然後第二個 就是要去行功利得 進行的去分享 你你止漏了 要進行的去分享 你會發現為什麼在超馬 就像那個廟經 為什麼他一個禮拜 他就可以進出神數 為什麼 因為你同時止漏了 然後你又累積自己的德之良 那是不是很快 以前我們沒有累積德之良 不打擊他一直在漏德 所以你會發現 你越來越不順 越來越不順 明明覺得我自己這麼善良 這麼好的人 怎麼會命運這麼苦 但是都不自知自己在漏德 然後又沒有賠德 覺得我很好心 好心不會增加德的好不好 一定要行功利得 要做的 所以你會想說 今天就像那個歷經講的 為什麼你發書會快樂 為什麼發書會快樂 因為你在幫助別人 在行個浮跳道 會做一個好心 對不對 以前都只是一個好心 但是是想在裡面而已 那現在通過發書 發DM 我們會去幫助更多的人 看這麼多 你看現在DM 我們就是去發書 然後就可以被引到他 欸他可能 就這樣瞬間 他就改變他的人生 有沒有 這系統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很感恩這個宇宙天地 給我們這個超馬 然後感恩大勝和老師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停不停的 一直提醒我們 一定要好好的來做 就是落實而已 落實就是落實而已 好我講三次 因為非常非常的重要 來 好給我一分鐘 我一定要跟大家大力的 要跟著系統走 那所有的超馬系統的活動 是什麼 導師的課程 導師到一定不要缺席 我們都到美國去上老師的課 那大家只是花一點點錢 然後遊覽車都免費的 所以就請尊將一定要跟著走 這樣子才會幸福 因為我們這一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剛剛 除了剛剛洛華說的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能量場 那我們要跟著大能量場走 你家如果沒有連Wi-Fi 你可以用網路嗎 當然不行 所以你要跟著大能量場走 所以一定要跟著導師的課程 再來就是分享會 那八月份就是我們桃竹苗區的分享會 八月五號就是這個禮拜天是在新竹 如果你真的十二萬分的忙 你如果可以撥空就恭喜你了 因為你就跟上這個能量流 再來就是十二號的中立古華飯店的分享會 再來就是當然就是小妹我桃園的分享會 請大家八月份就是這個禮拜天的時間 都把它撥出來 你如果是超馬人你就每一場都會到 你如果是每一場到你就進步的更快 你就越有知道那個能量流在哪裡 然後怎麼樣去跟著超馬的系統走 因為剛開始我剛進來也是不知道 什麼都搞不清楚 跟著走跟著走 灑人有灑人 你就知道天地宇宙給我們的愛的能量流 會跟著你走 然後我們跟著老師走跟著超馬走 恭喜各位我們八月二十六號也一定要到 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每一場都到 如果我剛說的你真的沒有時間也要撥出來 因為我們其實跟著走 我們都做相反你知道嗎 像年初期一輩子都在賺錢 錢在哪裡 結果後來做白宮啊錢通通都不見啊 因為我不懂得要賠得造福 那為什麼要來超馬 就是因為我們像剛剛若華說的這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超馬的家人們你要幸福嗎 要 小菜一碟 你只要跟著超馬系統走 真的是小菜一碟 那我們好好的跟著導師提升這一身的靈力 身身世世的保險你都買到了 請問一下幸福真的就是小菜一碟了 你就知道了 跟著走不用懷疑 跟著我們大家的腳步一起走 跟著這個愛的能量流 跟著天地的腳步走 幸福跟著來 感恩大家 好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